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秦游医生 那么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 就是不健康的饮食,高脂饮食对我们带来的危害 高脂肪饮食带来的健康危害是非常巨大的 数据显示超过33%的美国人口 他们就因为高脂肪饮食导致什么呀 超中国肥胖 而超中国肥胖在我们国人也是非常的常见 很多年轻的儿童的小胖子是比比皆是 它的损伤是很大的,它会损伤我们的大脑 会使我们的血管变硬,会诱发胆结式脂肪肝 甚至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等等 近日来自于中山大学宋尔卫院士团队 他们揭开了高脂饮食的又一大危害 什么危害啊 可以肉发乳腺癌、黑色素瘤等癌症 并明确了背后的机制 具体机制就是高脂肪饮食会影响肠道的微生物 导致我们肠道微生物菌群的紊乱 导致其释放出大量的叫量氨酸 这个量氨酸它会击合我们骨髓中的一种 骨髓组细胞、干细胞中的一个通路 叫MTUR-CE信号通路 这个通路一旦被激活以后 就促进了叫什么呢 多型和形态随缘性抑制细胞的产生和分化 进一步推动了癌症肿瘤的进展 该发现揭示了高脂肪饮食 是借到癌症进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重要轴 什么轴 叫肠道骨髓肿瘤轴 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就是说我们的吃饭 我们的肠道会影响我们的骨髓 骨髓会影响我们的肿瘤 人群检验中那么这个肥胖患者的网友的更快的肿瘤进展和更差的预后 研究人员搜集了5031名乳腺癌的患者 随访36个月 相比于体重指数大于24的超重或者肥胖患者来说 BMI小于24正常体重的人乳腺癌患者网友的更长的生存时间和更好的预后 紧接着研究者使用了16SRA这个基因测序 检测了粪便患者肠道内的微生物菌群后 发现BMI大约24就是这个超重肥胖的人群中 它有一些细菌是高度的增值 哪些呢 叫做产摘类骨醇细菌 第一类摘类骨醇 还有脱硫胡菌和红螺菌科数量急剧增加 这三个菌群是急剧增加的 那么这三个菌群的增加 与乳腺种的生存和不良的预后是密切相关 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的骨髓中再说一遍 是多型核形态随缘性抑制细胞 它的大量产生 这个这种异常细胞的产生呢 就使得肿瘤特别容易转移 促进了肿瘤的发生和发展 同时也给肿瘤创造了一个抑制免疫的一个环境 使得我们的免疫细胞无法杀伤这个肿瘤 明白了吧 这就是我们经常吃高脂肪饮食 对我们带来了一个最大的危害 所以呢 切玉成仿佛的说过 均衡的饮食才是最健康的饮食 单一的饮食 那么一定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无力的 所以均衡饮食避免高脂肪的饮食 才是一个最健康的选择 多吃蔬菜 多吃水果 偶尔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 特别的美味 是可以的 但是千万不可以什么呀 天天的吃 千万不可以让自己过度的肥胖 那么您的健康就在您自己的手中 是您自己的选择 那么医生呢 也只能给您一些建议和劝导 当然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健康快乐 幸福平安 也欢迎大家关注 切玉成更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